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鱼塘 在1989年的天安部民主运动中 参与者不单止有大学生 还有不少万万无人的中学生 也参与了其中 而且令人震惊的是 目前已知的 就有七位中学生 在六四零十的窗击中遇滥 其中位于北京市海电区的 五十六中二位行的故事 令人感动落泪 叶伟航 南 1970年2月10日出生于北京 遇滥时年仅19岁4个月 由于学业优秀 落于在任 当时他是北京市57中 高三二班的学生班长 即将毕业参加高考 母亲敏敏是一位医生 他在回忆而止 叶伟航遇滥的经过时痛心疾首 无法压制内心的悲伤 和对六四元凶的憤慨 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 在6月3日晚 邻居街的小孩病了发高烧 请他去诊治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他脑海中 他说 从患者家的六层楼 透过窗户 可以一眼望见对面楼里面 我家的小房间 我看到儿子 正在灯下专心知智 复杂供放 一火圆着的心 也就放了下来 晚上九点半 我回到家 高苏伟航说 听歌岸边开唱了 你千万不要出去 伟航回答我说 妈你放心 考上大学是我的最大心愿 我不会出去的 我当时相信了 个儿子的话 6月3日那晚 运问安顿好的儿子后 心里一直惦记着 赶上学校三居市民们 控制不住对 街研部队开场杀人的悲愤 他想着要过去看看 能做什么力所难及的事情 就这样 他便独自去了 附近的白石桥十字路口 他回忆当时的情点说 我来到白石桥路口时 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人们纷纷议论 一天从木西地方向传来消息 证实家业部队开枪打死 打伤了很多老百姓 有位大学生从前方 撿回来一堆子弹 我同日要了两个 其中一粒很长 对有十公分左右 另一粒仍此一个扁原的小灯笼 后来听说叫炸纸 我至今仍后悔 没有将那两粒子弹留下 因为这是军队开张杀人的证据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4号凌晨 街路上也有很多人 但他的心情跟韩敏一样 人们希望学生和市民们都能坚持到来 韩敏继续回忆说 大约4号凌晨两点左右 我忽然听到有人喊 解放军过来啦 当时人们都很惊恐 迅速向四边散开 但后来 又听说这些士兵手里面无窗 大家又放大胆 上前询问 我看到大约有三四十名士兵 年龄都很小 一面上还有血迹 看到有民众围上来 一个当官无约的军人向大家喊怒 我们是从民族民发光后面祖佳佳跑出来的 我们没想到打得那么惨 我们不想再打了 他还告诉大家 他们是丢下武器一路逃出来的 我看得出这些士兵都很慌张 无奈 于是我拉着一个士兵说 你们千万不要再打老白石啦 那个士兵留着眼泪点点头 后来这支部队向香港的里拉反对方向撤退了 当时我就在想 这些林郑脱毒的逃兵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然而这位善良的母亲 怎样也都想不到 也正在他为那些逃兵担忧的时候 灾难竟也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 几乎在同一时刻 也就是在四号凌晨两点左右 他的儿子 十九岁的庄岳山 叶伟航在福外大家的 木犀利重弹倒下了 倒在了嘉严部队的窗口下 雨犀长折了 这个历史的伤口无法遇合 永远说起这件事 至今难以平征 他说 那天晚上我从八石桥回到家 坦定不安地发现 我儿子已经不在家了 我儿子在书桌上 还放了一本语文货本 翻开的那一页 剩下了老讯的纪念楼和曾军 在书桌上 我儿子还留下了一张笑纸条 上面写着 应该笑着面对人生 不管一世如何 永远看到这张照片后 直觉到事情不妥了 猜不得什么 转身直奔住家附近的大鸡 四处寻找的儿子在哪里 但没想到 在这一转眼之间 儿子竟然遭遇到了 我和北京女子私华大学 英文系学生 1926年在三月八 惨犯中遇害的 刘和曾军同样的命运 吻吻之今 仍珍藏着个儿子留下的 那张小纸条 每次翻开他 都好像心悦都狗一样 他说 那个晚上 我从患者家女隔楼商务的那一项 竟成了我们母子梁最后的缺别 根据吻吻的一位同事回忆 儿子卫航是4号凌晨0点15分左右 踩单车离开家的 当时爱民的张晟已经响成一片 可以想到作为一个热血青年 出于对时代的责任感 他再也无法怀在家 终于放下手里的功课离开了家 同道山和市民们站在一起 用血肉之躯 同狹肝而胆 面对着冲肝枪、坦克和装夹车 为中国的自由、民主 范永献出了生命 十几岁的孩子开始有了自己对时事的分析 及到未来的憧憬 业伟和液体一样 他是一个思想深深的中学生 作为母亲 稳稳永远不会忘记 儿子生前跟他的一次谈话 那是在1989年5月中旬的一日 当时飘梦港城大学生的绝食抗争 正处高潮时期 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 要求政府尽快和学生对话 此前二位寒已当时去过天安门港场 他当时非常焦急 对政府拒绝 与学生对话感读非常失望 混混回忆说 那天儿子拉着他出去散步 儿子对他说 妈 我觉得这些大学生太可怜 政府太无能 我不想在国内上学了 如果你有钱的话 能不能支持我出去读书呢 当时混混听儿子说出这样的话 心对一灵感到他虽然仍是一个19岁的孩子 他应有了自己的主见 觉得儿子一下子长大成熟了很多 同时他亦痛心感到 富华政府竟然让一个中学生 失去了对中共治下的中共未来的信心 灾难被突然干凌 母亲由于调整了万丈深渊 在亲友的帮助下 混混终于找到了孩子的下落 混混谈起他那天 在海军总医院见到个儿子为体事的情景 他说 他看到很多尸体已经脚里脚地 被排列整齿地摆放在那里 医生说 大家不可怜 一个一个地认 他说 那天亲叔和同事在海军总医院找到个儿子后 都不让我去医院 说要跟儿子穿好衣服后才再让我去 后来亲属无辜着我 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 我看到那里 一切都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 儿子穿着一身西装 安静地躺在临床上 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 抱着儿子放声同好 儿子实在太年轻 太可爱了 他是我的希望 我的美女啊 当我父母的头部时 发现后脑 一个核桃大小的窗洞 这个是医生抢救时 没有发现的 可想而知 对着一个中学生的后脑开枪 这个是多么残忍 致命的一击 而且遵不光细枪伤 1989年6月4日凌晨 叶偉学于牧西地车站附近遭枪击 4日凌晨2点多 死于海军总医院 他身上连中三枪 一为左臂贯通伤 一为右胸封闭伤 一为后脑部封闭伤 文文说 第二天火化时 我又发现 韦翰的面已经完全变得乌黑了 身上就有三条 约两寸几枫的 乳血伤痕 可见 他临死前 还遭到戒业部队的毒打 实在太残忍了 为什么要落死独手呢 据一位抢救过 叶韦翰的医生说 当时叶韦翰重痕后 是由四位青年 轮流背着他送往归院 当时还有一些气息 但是 他受的伤实在太重了 虽经全力抢救 最后还是没有保住性命 而韦翰遇难的超识 很快传到他就读学校 引起了巨大的震撼 老师读同学都十分难过 都说韦翰是一位好学生 学校为韦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但是 有学校领导却遭到了有关部门的追查 当时 救助二位行家的几位好学生 离去后 武生当时无法得知 和康映的儿子遇难的具体地点 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他说他一直想找到这个地点 但是 走谎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事隔数月 他认为可能无希望找到了 漸漸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是 他终于在一次发梦中 梦见过儿子遇难的地方 为了证实梦中所见 第二天上午 他去了牧细地 他找呀找呀 果然找到了一处 与他梦中城景相符的地方 牧细地车站 路不往当一百米 一栋宿舍楼前的街心花园处 韦韦国尚 那儿子就死在那个地点 在以后的几年里 他每年都要到那儿去看一看 追思考儿子的阴庸笑谋 似乎还想再寻找更多奇迹 遗憾的是 现在这个街心公园已被拆除了 现在变成了一座南瓜桥 就是想去看看也不可能了 韦韦怀念儿子的最后一点梦 亦破灭了 寸臂而平 变得面目皆非了 作为母亲 堂塞爱字之心 是难以平复的 韦韦说 儿子遇难后 他不忍心将他的鬼骨 埋葬在荒郊野外 为了为了孤直的心灵 他将儿子的骨灰 安置在自己家里的臥室里 他说 他常常和儿子 聊聊心中的苦闷和思念之情 讲讲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几年后 他离家去海南谋证 从儿子的骨灰中 分出一谷大道海南 撒向了大海 他说 那天天气阴陣沉的 海上风浪很大 而他的心情 又像大海一样难以平静 回到住所 他在一张纸片上 写下了下面的话 黑骨鸣心的痛苦日子 今日为我失去的寒儿祈祷 父母到瓊洲海峪 将鲜花撒向大海 让大一个波涂 带去我们无尽的思念 让你在鲜花的陪伴下 和着大海的徒生 与我们共同度过者 难忘的日子 静低的骨灰 他说 此今年安放在家里 作为父母 将陪伴儿子直至终身 他说 此生之世 留在他心灵的伤口 是不可能遗憾的 扭住儿子的骨灰 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 同样是瘦难亲属的丁智林 帮助稳稳整理文字的时候 被人想起了一宗旺事 丁智林说 那是1991年六四十周年前夕 我们这些瘦难亲属 为死亡亲人 举行了一个集体的 最似祭殿仪式 利堂就设在我家的大厅里 那天傍晚 当时正在老家探身的 稳稳稳信 立即讲返在北京 下了火车 连自己家门都没入 连一口热饭都没吃 就值帮我家来了 当室内响起哀恶 大家为死者 缩纳万哀时 他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悲痛 他也对大家说 我想哭 随之放声洞窟起来 顿时 静静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 天空母亲的臭泣声 丁智林感慨地说 也正在那一年 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 递交了控告六四元凶 李鹏的起诉书 尹敏 是我们的群体中 勇敢地站出来 为谴责控诉六四大屠杀的母亲之恩 他呼吁世界上有良知人们 运用法律来维护人间的正义 他要求重新调查六四 还六四以本来面目 严谴责杀人兇手 以致各位遇难亲役的在天之灵 樊敏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 在年龄最小的一位母亲 他为人正直 心胸坦荡 勇于承担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的臭 我被远禁在家 他就与张仙玲女士一起 承担了前往最高检察院 递交公开信任务 从此他要承担北京市公安当局的重点监控对峻 2005年年月十七日 赵芝人先生病逝 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中 遭到远禁的竟有博位之多 韩敏亦是其中之一 但他毫无据悉 只虑当个母亲坦热相对 他是我们这个群体中 又是一位勇敢的母亲 我们呼唤有良知的人们 运用回来维护人间的正义 还历史本来面目 严情杀人兇手 以各位遇难亲人的在天之令 在六四凌晨 该有多小学生 此物美好的梦想被展览激碎 在八九学院中 目前已知的 还有很多像叶伟寒一样的中学生 与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起遇难了 他们是人大副中的蒋志烈 月潭中学的王楠 五十七宗的叶伟寒 九十五宗的张健 天露三中的齐文 涉花对立公司 技术学校的周一鸣 此外 还有190宗的一位 性命不长的中学生 这些名字 将被人们永远记住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